HELLO,大家好,我是Gay 今天帶大家看一下我朋友的獨立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之前我們都拍過的,收屋的時候 他現在就要做一個地板工程 要將上下兩層的地毯拆掉 換做地板 因為香港人過來其實很多都不喜歡地毯的 所以他就決定換地板 他換的那種地板叫Lamore地板 他的施工和材料都會比較便宜 如果大家想要DIY做,其實都不難的 聽我說完他怎樣開始做,怎樣的過程之後 有機會大家都可以試試自己DIY 其實是不難的 首先做地板之前,第一件事就是要拆地毯 其實拆地毯是很容易的 他最主要地毯是怎樣固定在地板上面 就像這裡這樣,怎樣固定在樓梯上面 他最主要地毯是扣在木條上面的釘上面 因為這些木條充滿這些倒勾 地毯就會被他在這裏勾住了 他四邊,總之他旁邊都會有些充滿倒勾的木條 所以要拆他其實不難的 你大力一點,一拔就起了 拆完地毯,最主要是拆掉這些釘,拆掉這些木條 清乾淨了整個地板 包括這些凸出來的所有東西 用一個鑽仔去釘了 清乾淨整個地板,平了,沒有垃圾了 第二件事就是要檢查一下地板平不平 大家上來看看 因為一些舊的獨立屋也好 townhouse也好 它一定有些少許不平的 它有少許波浪形,或者有些位是凹了 不平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買一些自流平的水泥 那些自流平的水泥 其實就好像水一樣 你混完之後就像水一樣 你倒下去,自己就會流平了 你看到這裡有些水泥 這裡是木 水泥這邊其實就是之前比較凹的位置 師傅就倒了一些自流平的水泥下去 輕輕刮一刮,它就會自動流平 就是把那些粒的地方填補成平的 要做好一個地板 首先要做好它的平整度 要不然你做好之後 有少許波浪走下去 有些不舒服 還有做的時候會很難做的 如果做好整個地板,平整了 當然如果你平整的時候 就不用做這個步驟 做平了地板之後就要拆腳線 因為腳線之前是做在地毯上面的 地毯的厚度和地板會有差別 所以你做好地板之後 那些地腳線一定不會對的 所以上面的腳線我們都要拆掉它 其實拆地腳線很簡單 拆地腳線有什麼注意呢 如果你就這樣拆出來 會弄壞一幅牆 因為這些是灰板 灰板外面是紫皮 地腳線會黏住紫皮 那條接合位會黏住紫皮 如果這樣撕,整塊紫皮就會破 你弄到牆身都爛了 那所以呢,我們拆地腳線之前 就把那條接合的縫 用割刀割掉它先 割斷它先 這個師傅也有割的 一定會割掉它 撕的時候才不會影響到上面的牆身 要不然你又要重新油油補灰 那拆光地腳線 到時你不喜歡這款 你當然可以換掉它 換個高一點也好 不同的花紋也好 都可以換 那拆完地腳線 還有東西要準備的 就是這邊 就是門框 門框這個高度 這個高低 未必和你做好的地板是一樣的 那可能它會長一點的 那所以呢,你要用工具切斷 長了的門框 就用我之前說的那個多功能切割工具 那你就佔一塊地板在這裡 佔一塊地板的厚度在這裡 然後就用這個多功能切割工具 就切斷它 那就將這個地板 就佔在門框下面 這樣才會漂亮的 那因為做這些地板 最考技巧就是看門框 因為門框 要做地板佔下去 是最難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看功夫做得好不好 就要看門框 那條縫做得漂亮不漂亮 好像這個呢 就非常完美的 你看到它完全不會太大 就是地板也都放在門框下面 那就最好了 那當準備好剛剛我講的東西之後呢 就可以鋪地板了 鋪地板之前呢 我們要鋪一塊軟墊先 那這些軟墊的作用呢 就是把地板和下面的木板做一個緩衝 如果不是呢 就會木板和地板磨擦會發出聲音的 那這些軟墊都有分級數的 有些很便宜的很差的 一塊很薄的海綿 那這隻呢 它和我用了一個好東西來的 這隻是比較貴的 那你見到它 這個反光有些隔熱保溫的功能 隔飲的功能 還有這隻軟墊呢 是很難壓到它全扁了 有一隻便宜的那些呢 你壓得很久就會很扁 壓得很久它就好像紫一樣 就變成沒有了緩衝 那這隻呢 就是耐壓一點的 那這隻軟墊呢 怎樣切呢 很簡單的 其實 你就一卷這樣鋪好 就切回你所需要的大小 跟著下面它有一條雙面膠的 就黏著地板 那其實它是用來做定位的 跟著你再做地板在上面 就已經把它壓死了 那所以你不用怕它會動的 那有些人會釘很多釘 其實沒有需要的 那在地板上面做下去就已經可以了 那地板呢 那這一隻我為什麼會說它是經濟實惠一點呢 因為它的材料會比較便宜一點 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呢 是用一些壓縮的纖維呢 是製成的 那它上面呢 有一層很硬的coating 這一層coating呢 它有分硬度的 那這一層最硬的 ac5 ac5是最硬的硬度 那這個面子呢 都可以 就是你選擇不同的款式 有淺色 有深色 有黃一點 有白一點 就是選適你自己想要的款式 那它有很多種款式的 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款式 那它組裝也很簡單 它是橫橫雙扣的 大家看到 這樣放下去 一扣 扣著 就已經沒有縫了 那所以呢 很簡單 絕對可以DIY自己做的 這個 但當然啦 你嫌辛苦 不想自己做 你就唯有請人 因為做裝修一定會辛苦的 那但是難度來講呢 這個就不會太難 那地板還有 還有分 再貴一點的 engineer hardwood engineer hardwood 就是全是真的木頭 那因為這些不是真的木頭 那面這裡 它那隻就全部是真的木頭 那面呢 就是硬木 下面呢 就是甲板 一層一層的甲板 那那隻會給這隻貴 那還有它就 它也有扣 但是呢 它的扣沒有做得那麼完美 它要呢 要不就下膠水黏住 要不就打釘 釘住 那這隻呢 就不用下膠水或者打釘的 你純粹全部把它扣住 就已經很實正了 那另一種是實木 實木就更貴一點 因為它是整塊 都是硬木來的 所以是最貴的 那做的時候呢 都是這樣 拍下去 看它那個 那個 那個 扣下去 拍實 那其實已經做好了 那可以繼續 下一塊 都是這樣扣下去 每一塊 扣住扣住 這樣 那它就不會掉了 那我講一下 它鋪的那個次序 是怎樣呢 我們鋪這些 記住一個 一個準則 就跟下面那塊 那個 那個 那個接口 就像上面這一塊 這一塊是完整的一塊 那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就不會是完整的一塊 因為如果完整的一塊 就跟這裡的縫 是撞的了 所以呢 這個準則就是三分一 三分一 三分一這樣 是一個隨機的鋪設來的 就不用說一定對齊下面隔一行那條縫 就不用說一定是公字型 總之呢 是三分一 重疊 那它的勞固度就最好了 那如果去到 砌到一些接口位 例如是 裡面是廁所是磚來的 那我們又不想做到磚那裡 那接口位是怎樣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 留一條這樣的縫 那它之後呢 要放一條 放一條修飾的板下去 會修飾這條縫的 那所以那條板會黏在這裡 那我介紹一下做地板的工具先 其實做地板呢 不是很多工具而已 最主要呢 要有一部 這把 table saw table saw 是用來切 用來切些什麼呢 切一些 又直 又長 的地板 那例如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樓梯這一塊 是完整的嘛 但是到了樓梯邊這裡 切了一部分走的 那你要這一部分 要切得直又長 就用那把 桌腳 那設定好了尺寸 一推呢 就可以切到一條 又直又長的木地板出來 那另外還有 這邊 要有這些 做地板的一些小工具 其實這些工具呢 它的用途就是 這個是膠來的 那當這個地板 我覺得它拍得不夠齊 有時候就得不夠好 要打一打它 然後呢 就用這個拍齊 打一打 或者你覺得這個左右 然後我想移過少少 又不想拆了一塊地板 那我打過去 就用這些枕著來打 那就是這個啦 這個呢 當然這個地板 我要移過少少 因為那邊的隙子很大 那這個工具呢 就是把它放下來 旁邊 就打這個位 打這個位 對啦 那這一行的地板 就會被你打動的了 那還有 拉尺啊 圓筆啊 這些最基本的工具都要的了 那它沒有一個 切環切面的工具 就是剛剛講過 是界又直又長 旁邊這一塊 是用那個桌子的界 但是切一半怎樣切呢 它就用了這把 麥德索 但是我自己就不喜歡 不喜歡用這把鋼的 因為呢 我想減少 儘量減少塵埃 那因為用一鋼 就會很大塵 那有一隻呢 就是斧頭閘那樣的 放一條地板進去 一閘呢 整條地板就斷開了 我可以show給大家看 回家 好了 今天介紹就這麼多 那我到時看它 做樓梯的時候呢 我就再拍給大家看